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陈慧宁自1994年出道至今跨足阁谈及影视圈 可说是全范围的艺人 出道多年嫌少有负面新闻和绯闻 且待人亲切毫无架子 受到不少粉丝的喜爱 堪称演艺圈的清流 明天飘的岁月照热热 远方的怀疑的你的理想 天黑日往往心中的彷徨 没有雨的方向 希望的翅膀一天钟张开飞翔 分开的感伤相会的盼望 有天跑出想象 心中你的梦想 以后彩虹 花太久 爱的痛了 痛的哭了 躲得累了 日子一分离 夜夜执着 记载着你的好 想想你的 1998年陈慧宁发行的专辑《爱我不爱》 而其中一首记事本让陈慧宁彻底爆红 这首歌曾红遍大街小巷 更让陈慧宁货架无数 708090后很多人都听过吧 直到现在喜欢这首歌曲的人也不少 《梦想要看过优优伟》 另外一首歌曾经摆红遍大街小巷 最初的歌曲的人也不少 这首有时寂寞是陈慧玲08年的一首作品 朗朗上口的旋律轻松的节奏又有点颓废 再加上陈慧玲那天生一副好嗓子 略带沙哑的唱腔中带着几分慵懒 就更加好听了 愚快的节兴开目自闻闻随心关 放过我把不别走往可不哄 难得轻松物来难为我 还手空间恐怕犯错 I'll stand by you 本来是过头没来一遇 这首《花开小鹿》是陈慧玲的新歌 是一首抒情漫漫小品 以花见小鹿来寓意一对念人一路走来的种种 歌曲以花见小鹿寓意一对念人曾经相处的片段 讲述一段逝去的感情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跟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哦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Zither Harp 看得住 I'll stand by you 伴在你远去的美丽片段 I'll stand by you 既在正欧线另世界